眼前这位正在帮客人擦挡风玻璃的加油服务员 看得出来他已经有60岁的年纪了吗 手脚敏捷动作快的部署年轻人 在加油站已经服务了15年的时间 这位60岁的大姐说 每天工作除了不会跟社会脱节之外 还让他越来越年轻了 接触社会 接触社会 才不会跟社会脱节 15年的 那你这个工作没有带给你什么乐趣 带给我什么乐趣哦 就每天时间过得也是很快啊 跟小朋友他们在一起 生活都很快乐 有 有变年轻了 而加油站的主管说 他平时工作态度认真职守 除了会照顾新来的员工之外 也是工作团队里的开心果 很用心 很努力 就是领导新进同事 照顾新进同事这样 就是在信念这样 也会带动我们加油站的热潮 就是那种热情这样 秉持公司所要求 以热忱的心对待每位来加油的客人 让很多加油客感觉到他们的贴心服务 非常好 您顾虑都会在这边加油吗 对啊 那您会来这边加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服务很好啊 而且会很贴心耶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这里加油 看到这位活力四射的大姐 不妨给他比出一个赞 东南新闻张家伟林峰哲采访报导 欢迎光临 请往前开 请往前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